心情也会换季 一到秋冬 这种疾病找上门 这种病和抑郁症 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是出现一些情绪上的变化 比如说情绪低落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差 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 也许你已经患上抑郁症 却不自知 这四种表现要警惕 那也就是说 就这种非典型的抑郁症 其实更加的吓人更可怕 就好像自己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 让我们周围人都很难注意到 不典型抑郁症有四种 其中一种就是叫微笑型抑郁症 别再不以为然了 出现这些情况 抓紧去看心理科 所以咱们想问一下耿老师 像您刚才提到的 情绪低落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出现哪些征兆 还意味着需要去心理科看病呢 这里呢我们总结了六种现象 大家请看题吧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KTV今天有优惠 咱们马上去唱歌吧 行啊行啊 我去 我也去 我也去 啊 雨姐 你去不去啊 啊 不是吧 真的要去唱歌呀 真的提不起精神 好那接下来大家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 雨姐汇报一下 小鱼汇报一下 完蛋了 昨天回去实在没精神 把这事给忘了 哎 哎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你不说吧 我都没发现 这一天呢 对干什么我都 没兴趣 无精打残 哎 你俩刚才是伤了这么半天 我可都听着呢啊 小鱼 我怀疑你 很有可能是秋杯 也叫杯秋 古人说了 自古逢秋 杯季了 我看呢 这个是秋天到了 天也凉了 这伤感的情绪 自然来 也就都会来了 但我觉得像小鱼姐 这情绪低落很长时间了 嗯 有吗 哎 小鱼这个情况 到底是因为啥呢 有请出今天的嘉宾 帮我们接脚答案 有请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 心理学教授 耿庆岩老师 有请 主持人好 陪准团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 耿庆岩 本期特邀嘉宾 耿庆岩 心理学教授 术士生导师 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 党委书记 副院长 嗯 杭老师 您不知道啊 咱们这个小鱼 平时是一个 特别活不开朗的人 性格可好了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直他就是闷闷不乐 杭老师 你得赶紧帮帮咱们啊 帮咱们分析一下 像他这样 积极又乐观的人 突然 他没有来的 情绪低落了 那怎么回事呢 最近呢 确确实实啊 有跟小鱼 有一样情况的人 比较多 这可能跟季节有关 因为秋凉嘛 秋天呢 也有些人会有一些 这种情绪上的 一些波动 还有呢 一部分原因呢 就可能是 由于某些人 有些性格上的缺陷 他这种人呢 性格比较内向 常常存在着 一个自卑的心理 对同一件事情呢 他看到的 往往是比较 父亲的一面 这样的话 情绪呢 心情也总是高兴不起来 还有呢 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 悲秋这样的一个情节 这咱们就对上号了 这不是秋天到了 天一下刷凉了 眼看着要入冬了 我感觉 说不定他这个情绪低落 就跟这个季节有关系 我觉得也是 尤其这个烟天的时候 下雨 我最喜欢待在家里面 什么也不做 哪也不去 这么一说 可能跟这个季节啊 有点关系 那我很想问一问 耿老师啊 那你说 为什么就是非得 在秋天这个季节 人就特别容易 情绪低落呀 如果某些人呢 每逢某个特定的季节 出现一些抑郁的症状 而且随着这个季节 完结之后呢 这些症状就会有所改善 如果持续连续两年 那可能呢 就是患上了一种叫做 季节性情绪失调的疾病 秋冬季出现 季节性情绪失调呢 是常见的 但是偶尔的夏季呢 也会有这种现象 但是有一点特别注意的呢 就是秋冬季出现的这部分人呢 往往不是不爱吃饭 而是胃口大开 特别是喜欢吃一些甜食 或者碳水化合物 往往就会导致快速的体重的一种增加 所以呢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其实我觉得情绪低落没啥大事 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嘛 等这事过去了 我自己找点有乐趣的事 这心情比起来就好了嘛 我觉得反正我是这样 我觉得小富啊 你看这个女孩 她就是心大 心之大 960万平方公里 装不像 情绪低落呢 如果是一过性的呢 也无所谓 大家不要太往心里去 但是如果持续性的情绪低落 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这有可能就是抑郁的前章 因为抑郁的患者呢 如果是不经过专业的治疗 症状很难自行缓解 还可能会注尽的加重 如果一个人在 他的抑郁症状呢 在一天中大门时间都存在 而且每天都是如此 持续半个月以上 而且他这种情绪呢 不受环境的影响 那就需要及时的到心理科就诊了 像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将抑郁症列为 全球第三大常见疾病 常见疾病的这种负担 预测到2030年 抑郁症将会成为头号疾病 但是呢 抑郁症患者呢 并不是都表现为 癌症叹气 整天的眼泪洗面 还有的人呢 一些人的症状呢 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甚至于患者本人也不知道 属于非典型的抑郁症 如果是非典型抑郁症 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的话 轻着呢 影响正常工作 纵着呢 则导致生命呢 受到威胁 那也就是说呢 就这种非典型的抑郁症 其实更加的吓人 更可怕 就好像自己穿了一件 隐身衣一样 让我们周围人都很难注意到 但是今天呢 我们有专家坐镇 让我们请出 邓老师帮我们接触他的原型 不典型抑郁症呢 有四种 其中一种呢 就是叫微笑型抑郁症 这部分人看起来呢 他的工作积极性 生活热情都非常高 丝毫看不出 他有些什么情绪的变化 可是呢 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 后果可能就不肯设想 第二个不典型抑郁症呢 就是隐秘型抑郁症 隐秘型抑郁症呢 是患者自己的潜意识 把自己的一些抑郁症状 给隐移起来 别人呢 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他存在着 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他自己呢 往往也不知道 这种隐秘型抑郁症的患者呢 通常表现为 乏力啊 失眠啊 等等一些 区体化的症状 其实呢 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不典型抑郁症呢 就是抑下抑郁症 抑下抑郁症呢 是介于健康和抑郁症之间 也是一种心理的 亚领抗现象 往往呢 就是有一些 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啊 情绪上的一些 稍微低落的问题 如果是处在 抑下抑郁症呢 我们自己作为一个 很好的调节 很快的呢 就能够恢复过来 还有一种抑郁症呢 叫做勤勉型抑郁症 通常呢 抑郁症的患者呢 都是不爱动啊 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但是这部分人 他的工作表现特别积极 什么事情呢 都抢着做 仿佛是一个工作狂 那么他这种工作狂的状态呢 就是怕自己闲下来 用这样的一个工作 来填补内心的痛苦 这种不典型的郁症呢 由于通常不被人们所识别 所以呢 往往被忽视 轻折呢 会影响工作 重折呢 会引发各种问题 甚至于有自杀形象 高真堂 纯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措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现效 熬治好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然呆 电影掌管小红 新式咸奶茶倡导者 明星都爱喝的奶茶 天然呆 莫护神城 品尝纯乳 好茶 心灵乳的品质坚守 更有总部扶持 助力你的创业之路 地址中阶沈阳春天正门 家务热线153-3080-800 工厂票 职工价 款款都是成本价 11月2日至9日 辽宁盛世红运 精品红木沾销会 成本价超级 精品红木家具 红木首串9块9 花梨茶台7千9 活动立志 辽宁工业展览馆 一号厅 好的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朋友圈 今天做客的是 心理治疗专家 耿庆岩教授 如果你有任何 有关于心理方面的疑问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24-2318-6065 我们会低时间为您解答 通过刚才耿老师讲解 我们了解到了 情绪跌落与抑郁息息相关 那请问一下 耿老师 如果一个人 长期在抑郁的心情走不出来 那有什么缓解的办法没有呢 缓解抑郁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说光照疗法 阳光能带给我们快乐和健康 尤其是对有抑郁情绪的人 光照疗法可以 刺激我们的体内产生 有利于我们心情快乐的 一些化学物质 比如多巴胺等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 更容易接触到的 就是音乐疗法 因为音乐呢 能够改善我们心血管呢 内密系统的现状和状态 还有一种最直异的方法呢 就是运动疗法 但是这里所说的运动呢 一定是要有规律的运动 因为最好每周要持续四到五次 而且每次持续时间呢 不能少于三十分钟 才能达到我们所说的 缓解情绪的目的和效果 当健康呢 被我们越来越重视 我们意识到 除了身体健康以外 心理健康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只不过呢 心理健康 看不见也摸不着 常常呢 很难感知到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要为 心理健康证明了 心理问题也很重要 出现问题呢 也是需要去医院的 所以咱们想问一下 邓老师像您刚才提到的 情绪低落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出现哪些征兆 还意味着需要去 心理科看病呢 这里呢 我们总结了六种现象 大家请看题吧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种现象是什么呢 是好烦呢 这不是我每天的口头语吗 我们看一下 它意味着内心活动是 情绪不好 就是有些人啊 整天情绪不好 整天说好烦呢 什么也不愿意干 容易发脾气 生闷气 晚上睡不着觉 白天又没精神 如果时间长了 就需要注意了 我马上改 来看一下第二条是 好想睡觉 这也是我每天 很想做的事情 来看一下 它的意味着失眠 有的人呢 是反复地入睡 睡不着 有的时候 睡着之后呢 还总醒 醒后呢 就是再入睡 就更加的困难 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听听睡不醒 总想睡 这都是睡眠障碍的一种表现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 下一个情况是 它好奇怪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性格行为异常 这个怎么来解释呢 这个呢 就是当有的人 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时候 或者心理问题的时候 他的性格会发生改变 无缘无故地就发脾气 有的时候情绪控制不住 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 有的时候说出的话呢 让人家梦不着头脑 如果这种情况 经常发生的话 就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四种情况是 一个人挺好 这不是我们大多数 这个单身人士的内心想法吗 中招了 中招了 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拒绝交往 社交恐惧症 确实有一部分人 就是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之后 他就把自己锋利起来 不跟人交往 也不愿意打电话 也不愿意出去社交 甚至于出现了一个 社交恐惧的问题 这种情况呢 也需要及时地去看心理医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五种情况是 再来一次 意味着什么呢 我本人比较喜欢 再来一瓶 看一下强迫或者惊恐 这里所说的那个 再来一次呢 可能就是说 有些人在生活中 出现一些强迫行为 比如说 做一件事情之后 他反复地做 做一遍觉得不合适 做一遍觉得不合适 反复地重复 如果他反复地重复 到自己无法控制的时候 就需要去看医生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种情况 是治不好的怪病 是什么呢 是无明确病因的不适 这种情况呢 非常普遍 就是在临床上呢 经常有这样的患者 他来了之后 跟医生描述 自己哪儿都不舒服 然后呢 医生给做完检查之后呢 也没有明显的一些 阳性体征 但是呢 他这种症状就特别突出 有的时候呢 这块疼完了之后 那块又疼了 这种情况下 可能就是因为 心理问题引发的 一个躯体化的一些症状 需要到心理科去治疗 老师我听说一些 比如说内科的医生 他们就会考虑说 我检查什么 他都没有毛病 他说我最后就会考虑 他把他 就是送到心理内科 去看一看 是不是有这方面经验 是的 让老曼之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 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印度哮喘兵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夫妻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283-7999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涯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措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现效 熬治厚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然 带队里长 玩小猴 新市鲜奶茶 创造者 明星都爱喝的奶茶 天然呆 卧骨神成 品尝 纯乳 好茶 新铃肉的品质坚守 更有总部扶持 助力你的创业之路 地址中间 沈阳春天正门 家伙热线 153 3080 800 电视机前的圈友们 快来看看 耿老师说的这六种情况 看你中招了没有 如果有难以解开的心理问题 欢迎拨打咱们电话 向耿老师来提问 心理疾病呢 就像是心灵感冒 患者呢 无需有压力 保持乐观 平和的心态 以及有规律的生活作息 是预防心理疾病的 良好生活习惯 当我们的情绪出现异常 并且呢 我们自己很难控制的时候 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 去寻求帮助 从而呢 使我们能够快速地 走出情绪的地步 更好的工作生活 我是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的 耿庆言 我们下期见